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妹妹 银川 自打你到了兴庆府 就没有见过她 她是前几日从我们拓跋家族的牧场回来的 仙儿 参见银川公主 前几日听说 我哥哥带了一个美柔天仙的女子回来 我还不信 今日一见 仙儿 果然超凡脱俗 倾国倾城啊 仙儿也听太子提起过银川公主 说公主会骑马射箭 是女中豪杰 今日一见 果然是倍感亲切 可不是吗 你们宋人常说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银川 仙儿对兴庆府还不太熟悉 得空你带她到处转转 也看看我大厦风貌 多谢王后关爱 这几日 太子带我去青庆府周围游玩了几日 我发现大厦的地貌开阔雄浑 别具风格 大厦的百姓更粗广可爱 虽然离开了家乡心中忐忑 但是到了这里 也算是开阔了眼界 看来这宋人 和我们大厦人对规格女子的教育 果然不同啊 仙儿姑娘有礼有节 对事情也颇有见解 不像我们大厦的女孩子 个个都是野丫头 母后 母后 那我们就先退下了 好 宋川 哥哥走了 我 仙儿姑娘 请 自打银川出生啊 还没见过大哥 如此满心欢喜的样子呢 我们的哈尔敦 已经长成成年男子汉了 他的眼睛里 已经开始闪烁着关爱的柔光 这个姑娘 让哈尔敦胸怀耸立 像贺兰山脉一样宽广 其实 中原的女子 也不是人人都像仙儿姑娘这般柔弱 也有像叶将军那般 英姿萨爽的大女子 凌川好想去送看一看 上一次 你不是差点就跟伊诺去了吗 她根本就没有带我去 她就只管做父王的小绵羊好了 母后 您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叶将军哪 施了什么魔法 让你把他当成偶像 让你的哥哥伊诺 生出征服他的欲望 中原土地 既能培养出 豪气盖世的女子叶昭 又能孕育出 柔情似水的仙女上 一个质纲 一个质纲 一个质柔 如此看来 中原土地 还真是不一般呢 叶将军就像黑暗中的一道闪电 惊艳了英川的双眼 假如老天爷能给银川一个机会 去到中原 见他一眼我便心满意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